Hello 大家好 我是米糕 动森2.0版本更新之后新的赚钱方式也一并更新啦 今天要来分享那些我每天用来赚钱的方法 不用炒股也不用靠运气就会有固定收入 还有前一支影片有分享过的募款箱跟铺满 大家把钱存进去之后也有方法可以赚钱吗? 这也是今天影片会介绍的部分 那在开始之前建议大家先花个2万年前去更改岛屿条例 选择经济复苏条例之后 岛上的物价会提升1.2倍 也就是说大家不管是购买或者贩卖任何物品 都会提升1.2倍的价格 这样的话使用接下来的方法就可以帮助大家赚更多的零钱哦 第一种赚钱方法是制作料理 多数料理或者点心制作出来之后拿去买 都是可以赚钱的 大家食材过多除了直接拿去卖掉之外 也能制作成料理卖钱会更赚一点哦 但也有例外的情况 比如大头菜的料理 整颗大头菜勾芡 还有大头菜沙拉 材料需求是10颗大头菜 由于大头菜购买价格就已经比料理贩售价格还要贵了 除非是想要收集料理 不然不建议大家做出来之后拿去卖钱哦 而这么多料理要选择制作哪一个才是最简单制作又赚得最多的呢 这里大推蒜香橄榄油蘑菇这道料理 制作食材只需要圆形蘑菇 扁皮蘑菇 瘦小蘑菇 还有珍贵蘑菇各一个 非常容易制作 而且拿去商店卖掉的话售价高达2040零钱哦 在乘以经济复苏条例的1.2倍可以卖到24048元 第二种方法是快乐家乐园的波金ATM 当你打造完24间别墅之后 隔天会触发剧情解锁 每天都可以自由兑换波金或者零钱 最高可以换出15000波金 虽然每天汇率也不一样 每100波金大约可以换的汇率是200到300左右的零钱 但是波金非常容易赚 之前有分享过 点选一个倒霉鬼说你想要装修他的房子 再跟他对话说已经完成了 很轻松就可以跟巧美请领波金 而且工资也会因为大家打造的别墅数量有所变化 如上表所是 完成超过60间别墅都可以拿到3万波金的薪水 装修的话则是当下薪水的一半 看你建造进度到哪了 从3000到15000之间做变动 总之波金是非常容易赚的 如果你缺的是零钱的话 基本上也不用考虑兑换的汇率了 新的一天有兑换零钱的度都可以全数兑换 单做是每日赚零钱的小任务哦 当然如果你缺的是波金的话也可以反向操作 第三种赚钱方法是制作DIY家具或者物品 有哪些家具是可以简单制作又能卖出高价的呢 首先推荐蘑菇系列的DIY壁纸或者地板 蘑菇森林墙 制作材料直接拿去商店卖掉的话 换算的成本是22000 但是如果把森林墙制作出来之后 再拿去商店卖可以赚到410000零钱 蘑菇森林地板 制作成本是17500 商店贩售的话则是35000零钱 蘑菇壁纸 制作成本是10700 商店贩售价格是21400 以上全部都可以赚到200%的利润 更不用说还可以用岛屿条例再多赚1.2倍哦 第二个推荐制作的DIY是花朵系列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致富的方式 一朵蘑菇跟金玫菇直接卖掉都是1000零钱而已 但如果制作成蘑菇花罐金玫菇花罐成本是6000零钱 在商店的话可以卖到12000块哦 如果制作成蘑菇花圈金玫菇花圈成本是10000零钱 一样拿去商店卖的话也可以卖到20000零钱 最后推荐你制作的DIY是太空系列的家具 如果你星星碎片的材料太多 直接拿去卖商店的话一个只有250块 那如果制作成载人太空船或者火箭等家具 商店贩售价格都是20000零钱 也都可以赚到200%的利润哦 那当然不是制作的成本越贵贩售的价格越好 举例来说黄金系列的DIY家具 黄金竹台 黄金马桶 黄金棺材等等 制作出来贩卖跟成本价是完全一样的 还有就是超贵的钞票堆以及金钱地板 钞票堆的制作材料是99000零钱三代 总共要花费29000零钱来制作 但是这些用零钱制作出来的物品拿去商店卖都只能半价出售 所以是没办法用来滚钱的哦 除非你真的运气很好碰上两倍收购钞票堆的情况 此时收购价会回复到成本价 再用经济复苏条例的1.2倍 一件钞票堆可以净赚59400块 就因为钞票堆制作材料只需要零钱贷 大家可以超简单制作然后无限贩卖 一天内支付就再也不是梦想 但是...就是这个但是 你要先能遇得上两倍收购钞票堆的运气 路可商店收购的物品这么多 就算一直持绿也很难碰到 这个方法大家就听听就好 如果真的超幸运给你碰上了 那你就可以合法的洗钱啦 最后我想补充一下前一支影片 大家关于募款箱的疑问 首先是这两个问题 应该追加测试经济复苏条例会不会多给钱才对 还有如果从收购箱出售存款会不会被一起打折 感谢这两位观众的提问 我们知道存了99000钱的募款箱如果拿去商店卖 会拿到募款箱的960块加上存款的99000钱 所以不管是经济复苏条例的1.2倍 或者收购箱的8折收购物品 通通都只会计算960块商品价值的部分而已喔 8折收购就是997680钱 1.2倍出售就会变成1001520钱 那么存款的99000年钱都没有变动 还有就是呱呱这位观众的神流言 他发现如果当天有两倍收购募款箱的时候拿去卖掉 会连同里面的存款一起加倍 所以募款箱或者铺买也是有赚钱的可能 但也跟钞票堆一样 大家要先有这个运气碰上双倍收购的情况喔 好的以上的分享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会喜欢 不过可能大家玩到现在也不缺钱了吧 还是希望能帮助到新玩家或者继续用钱的观众喔 那如果你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也可以点个喜欢 想要看更多动生的影片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啦 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